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到柔佛州华人绝对不能不提柔佛古庙这个文化象征了 拥有超过150年历史的柔佛古庙游神可以说是新山华社发展历史的缩影 可是它背后的历史你又有多少了解呢 一切从古庙说起 年度的柔佛古庙游神活动为期五天 最高潮就是第四天晚上的众神出游 农历正月十八 新山行宫亮灯仪式就意味着整个庆典活动的序幕正式掀开了 新山人开始忙起来了 是宗教习俗也是文化象征 柔佛古庙游神可说是柔佛州华社年度最重大的盛事 2012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接下来则是希望继续通过政府的协助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呈申请 将游神活动纳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列 我们新山人过年就是年二十一才算是正式过了年 那么流传到现在其实它已经成为一个好像是我们新山华社一个嘉年华的活动 其实不当然是我们华族同胞 其实有些有助也有参与的 古庙也是我们华社 特别是新山华社一个邻居 就是武帕共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象征 游神庆典的第二天 新山人相信一般上都会下雨 你看现在天气开始映了起来 因为这个游神已经有差不多150年的类似了 所以前面没有特别这样的记载了 但是流传下来 根据我参加的工会差不多十多年 然后几幅几节都下雨 跟随古庙游神的路线回溯天辈的来时路 柔佛王国是马来半岛最后一个被英国人全面殖民的马来邦国 那十九世纪中期呢 柔佛的实际统治者天本公义布拉丁就推进这个港主制度 就吸引了大批的华人的宜军来到柔佛 广泛的种植干蜜啊还有这个胡椒 就是掀开了这习惯的华人在这一片土地的生活还有故事 其实我们潮州人在ジョウホ 是在1844年那个时候 由我们的陈开舜 他来这边种干蜜跟种胡椒 那么呢这个是被这个我们当时的 德蒙哥哥黑马那个时候呢 就邀请他从新加坡进来 好像三千个人啊 都是潮州人士 而且是异星公司的 在我们新山这边有一个客家总魂 从光绪十四年到今天刚刚好一百三十五年 也就是说在一百三十五年前 客家人基本上已经来到这边了 而且有组织性的 把客家人的衣冠种设了一个魂 就在新山 所以我们如果从历史留下的遗迹来看 客家人进来通过两个水路 他们以前叫做火船 那么他们都是从新加坡下船 徒步进来 或者从马律甲徒步下来 新山当时广州人 就是所谓的广府人 聚集在沙玉河的东边 沙玉河的西边 就多数是潮州人跟不见人的居住地方 广府人广州人就聚集在东边 就在那边从事什么行业呢 他们都是从事做生意 比如做建筑物 我们就有一个 邀请了一个王府人 他就是我们的王雅富先生 他是帮当时的州统治者 取了一个大王宫 还有一个监狱 由于他的贡献 所以当时的统治者 就给他一片地 而且那片地就叫做 东邦王阿福 在我们罗坡州这一代 当时我们福建人都集中在一些 比较乡下的地区 包括麻婆 巴都巴哈 西加墨 这些乡下是为了响应当时的英政府种种植业 所以当时的陈家庚 也在我们罗坡州 也种植了很多橡胶 当时他们来的时候 多数他们就来到新加坡 最切是陈州人移到新加坡 那么也一部分更多来是海人人 与此同时 他跟那个时候 一部分 从丰盛港 丰盛港他们也有一部分 海人移到新加坡 他们是先绿住在这边 洛坡在丰盛港 然后慢慢也移到新加坡 所以过后 新加坡的海人人 就慢慢就多起来了 洗劫完成之后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谷庙 要为这个明天的众神出轮 做好准备 那现在呢 可以看到谷庙里面是 人生沸腾群情激昂的 因为现在正在进行的 就是请神上教仪式了 雨声中 潮邦 女邦 客邦 岳邦 琼邦 武邦一起延续这百年传统 在拥挤的柔佛古庙 一切都在有序的进行中 正如后期的柔佛华侨公所 和目前的新山中华公会 柔佛古庙呢 可以说是 早期新山华人力量凝聚的核心组织 当时的华人呢 出道异乡为异客 正是透过武邦共和的互助 奠定了柔佛华社独特的历史传统 超邦乐派的古庙精神 柔佛古庙有两件非常重要的文物 一就是扁鹅 二就是这座童中了 那他们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有请文史工作者 舒庆祥先生来告诉我们 你看这个古中 它里面的文字 非常有历史意义的 首先它有一个年代 童字亦海年 你就会知道这个庙 这个古中是什么时候送来这个庙里面的 所以我跟进我们推算是1875年 1875年 152年了 春月基斯坦就是年月份 这个 那么里面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 折亚波 折亚波 种地子同静 折亚波是新山的 早年的一个名称 是潮州话的 叫做 亚瓦波 新山呢 之前有很多名的 海名称的 伊斯坦大 还有这个什么的歌 Johobaru 新山 新山主要是跟 对面的新加坡对比 因为那边是比较开发比较早 我们华人就叫做新山 那就是旧的 这边就叫新山 游神庆典的第三天 重点活动便是众神出轮 游神庆典的第三天 重点活动便是众神出轮 大好文化 海南人呢 去他们分配到这个 赵大元帅 因为要赵大元帅 就是开路先锋 所以海南会感觉第一个 排队出的时候是第一个 他是第一个 开路先锋 海南人供奉的赵大元帅 是武将一马当先 广照人供奉的华光大帝 同样也是武将排列第二 接着看到客家人供奉的 赶天大帝 福建人供奉的 红仙大帝也依序出轮 而潮州人供奉的元天上帝 大家口中的大老爷 殿后压阵 古妙的祖神都是元天上帝 是朝着能供奉 所以我们的前辈呢 在当时还有其他祭冠 也来了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也结合了 就是当时就有五尊神 所以五尊神分别有五个祭冠 五大祭冠来供奉 我们可以看得到 大家都对他们供奉的那尊神 都非常虔诚 都非常礼敬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古妙精神 然后呢 演变之后就是我们五班共和了 和马来西亚其他地方的 华人不太一样 早期华人迁入柔佛的 邦群结构有所不同 大批华人迁入柔佛 主要靠新加坡 异星公司党徒的移民 十九世纪中期 以新加坡朝邦为主的异星公司领袖 帅众大举迁入柔佛 不仅开拓柔佛有功 还曾协助平定麻婆内乱 稳定马来统治者的地位 也因为如此 义兴在柔佛州 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甚至曾经立文规定 港主因遵守先王颁布之命令 不得于义兴之外另立会党 从德蒙公伊布拉希到 首达阿布巴卡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相当有智慧的一种 回应与挑战西方的浪潮冲击之下 他们所进行的现代化的改革的 其中一环 其实就是港主制度的推行 尤其是在1873年的时候 这个柔佛港主统治法令的颁布 确定了港主制度的格局 这个大的格局是什么呢? 它其中的一条是有明列的规定 任何的华人不能够在异兴公司以外 再成立新的会党 而这个异兴公司也就不仅仅只是 潮州人的 包括了其他的籍贯的人 都必须要纳入在异兴公司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有的籍贯的人都融合了异兴 它减缓了那一个 像马来半岛里面 为了争夺一些土地的资源 各个帮派里面 你打我我打你 会党里面的卸斗非常的多 造成的破坏性很大 相对来说 柔佛的历史的发展 华人的这种帮会的卸斗是非常少 所以它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情况之下 发展了柔佛 中午时分 游行队伍抵达异兴路的行宫 众神会在行宫停住一天 到另一个高超节目 众神一夜游时才会离开行宫 我是新山人来的 真的是一个很纪念的东西 怀念的东西 别收入没有 只有新山才有 因为每次来这边都有很多人才有新年的气氛 所以真的有整对新山华人的意义 这样保护我们平行咯 大家 来吧 原理为在异乡当异客 却在时代的推动下落地生根 积极参与建设了新的故乡 柔佛古庙游神活动就有独特的历史意义 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在极贯色彩逐渐淡化的现在 不仅得以保留下来一代传一代 甚至还得以发扬光大 被赋予不一样的时代意义 来吧 去吧 这厨方面的人 � Orthodox主义 研究民俗的学者认为 正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的柔佛古庙游神 应该是源自于潮州地区营大老爷的民俗 可以说是脱胎于潮州 可是确实根植于马来西亚新山 从潮州民俗到武邦贡庆 从过去庙筑把石到如今 由新山中华工会统筹领导 还有武邦会馆接同运作 这一百多年来 游生这个老传统不断加入新元素 轻易点的第四天 来到最高潮的众神夜游 长达八公里的游行队伍 从行宫出发 沿途有近四十万人的参与 不管是游行的队伍里 或者沿途的官吏群众 有一家大小全体出动的 也可看到几个好朋友 共同赴约的 古庙游神在以前的时候 它并没有形成规模化 但是在这二十年里面 古庙游神已经变成 神与人的一个嘉年化 所以它加入了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元素 那以客家工会来说 它并不单纯是把古庙游神 办成一个庙会 我们每一年它都灌输了很多一些民俗经济 比如说今年 我们的那个T-shirt 我们的整个图 整个那个主题 叫田头地尾 是因为去年我们发现到 全世界的粮食暴涨 价钱 第二就是粮食短窃 所以我们的 把这些民俗的意义 比如说田头地尾要的是什么 秦根 然后五谷封登 那么就把这个庙会变成民俗 文化都参差进去 那年轻人他来的时候 他除了热闹以外 他觉得我学到一些东西 古庙游神让世界看到了 新山华社动员的系统和力量 让这个百年庆典不断地年轻化 也是筹委会一直努力的目标 不断有心血加入 才能让这场盛会 永续不断继续办下去 其实我觉得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传承 大家都很积极地去参与 而且我们在这整个 所有的游神单位里面 吸引所有的年轻人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是从幼师 小孩子 可能在六岁七岁 就已经开始 加入这些会馆 或者是一些体育会 你可以看得到 类似像楼福潮州八业会馆 他有一个幼师团 最小那个只有四岁 所以我们要培养的是 年轻的人对一个会馆的认识 虽然他是不是正爱于会馆 是往后的日子 至少他能够做传承 对 而且现在的华人 在新山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感觉到 如果在游神期间 他不出来走 他好像不是年轻人 我是第一次来乘境游神 我觉得蛮爽的 因为刚才我们是在那边 打二十次写定股的 然后就觉得蛮新的体验 最喜欢是全部人 大家欣赏人 不管是哪里人 他都对我来这里 然后聚在一起 就为了这个游神 我希望我还可以参加 这样的大型活动 因为这样可以促进 我国各族的文化交流 这是一场人与神的嘉年华 是跨越族群的文化圣殿 同时也提供珍贵机会 让参与者得以深化历史认知 对所生长的社区更有归属感和投入感 我是小小妹 是在客家的 我是学生人 我希望今天大家身体健康 浪地海浪人 希望游神每年帮下去 我是广东人 我希望明年的友善 会感到幸福大家国泰民航 各位三星 在行公处边 谁有归属处 我相信三星人 谢谢我师弟 其实楼河古庙游神 在今天就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磁场 也是新三人 特别是新三华人 一种身份认同 寻找集体记忆 以及重新整合 新三华人社会的这个秩序 权力结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场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其实楼河古庙游神 在很多的层面上来说 其实这些年来 有它再创造跟建构的一个过程 我们有很多的 太多太多成长过程中 跟新三这个土地 这个地方的一种成长的集体的记忆 所以每年这个游神的时候 对我来讲 是很简单的 叫做家庭日 沿途 看表演 而且是看即兴的表演 然后看到舞龙队走的时候 我们甚至会在街边 呐喊说表演啊表演表演 他听到我们喊表演 他也跟我们即兴表演 那种的狂野 那种的兴奋 那种的乱中有趣 那是我们最兴奋的时候 走一趟柔佛古庙游神 就好像经历一次活力时 自然也是作为元香柔情节目系列 最适合不过的许目 下一集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了解更多有关柔佛周的 《习惯故事》 《习惯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